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娅探世界 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碳酸饮料 虽然明知道碳酸饮料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但是他们还是经受不住各种不同碳酸饮料的诱惑 而在这其中可乐的吸引力也是非常大的 一到了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冰镇可乐 如果喝可乐适度的话 倒也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影响 怕就怕喝可乐上瘾 比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38岁的男子琼斯 就因为10年喝了6万5千瓶可乐震惊众人 还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广泛报道 据了解该男子从开始喝可乐至今 已经有整整10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男子每天都要喝可乐 因为一天不喝就会觉得胃力特别难受 只有一瓶可乐下肚才会觉得稍微舒坦一些 这种感觉特别像是喜欢抽烟的人 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拒绝烟的诱惑 一旦犯了烟瘾就必须要点上一根烟 否则情绪就会越来越暴躁 所以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 琼斯每天都会喝18罐可乐 这可是常人根本就没办法接受的庞大数字 如果按照一瓶可乐的售价4元来算 这10年的时间里 琼斯喝可乐的消费已经高达26万 而且除了浪费金钱之外 琼斯的身体越来越肥胖 牙齿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大家还是应该适当的 把控一下自己喝可乐的量 尽量做到不喝可乐 因为碳水化合物会诱发致吃 浓烈的咖啡会加速皮肤老化 进而导致糖尿病 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喝可乐呢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感谢观看